因为没有围墙和束缚 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跟整座城市互动 深入简出的了解 苹果剧团量身打造的短剧 为特展揭开序幕 台北市政府推广五围墙博物馆 特别打造了台北五围墙博物馆特展 玻璃丸台北 邀请大小朋友与救援小英雄 玻璃和安保一起探索台北 大家知道什么叫五围墙博物馆吗 简单的讲 就是打破博物馆的围墙的框架 走进城区 走进生活 在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一方面要让这些历史文物 古迹建筑 可以保存修复再利用 另外一方面要做的是 人与城区的连结 让故事在身边流动 北投温泉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谈到 五围墙博物馆的概念的一个源起 因为那时候 1996年当地就提出了 所谓的北投 生活环境 博物园区这样的概念 展览中小朋友可以跟着玻璃与安保 认识五围墙博物馆的十一住行 现场除了呈现各区老照片与妇科文物 还搭配体感投影与涂鸦墙等创意互动装置 让民众仿佛自身五围墙博物馆当中 整个台北就是我的博物馆 五围墙博物馆五加三 就是目前我们已经很具体的 把一个区一个区凝聚在一起 所以从最有社区故事的温泉小镇 北投温泉 来到所谓的最复古的新味道 大道成 接着就是长岭文化的生猛力 万法猛奖 当然成北郎代 就是当代青春多元的艺术橱窗 到城南台大 空气中流着启蒙的光 每一个地方的DNA都不一样 都把当地的文化特色展现出来 台北五围墙博物馆特展玻璃丸台北 即日起在台北探索馆展出到12月15号 特展期间也将针对八座五围墙博物馆 设计八种好玩的体验活动 欢迎大小朋友前往参观 感受台北市的魅力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